好辣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這道七月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現在大家到醫院 都習慣請醫師安排 儀器做檢查 但你不可不知 這些檢查 竟然會比儀器檢查更有用 就讓今天的好辣醫師團 來告訴你 今天也邀請到三位藝人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哦 恭喜明川出新書了 是 又出新書了 叫做李明川的真心不騙 這本書其實我花了20年準備 就是我過去用過的 所有的好用的化妝品保養品 一次在書裡面介紹給大家 你這個都很明顯的 有介紹什麼樣的好用的東西對不對 對 而且我連那個 它是吉夢 然後現在賣多少錢 我都有寫上去 裡面我介紹的400樣 都是我用過的 而且我已經刪掉很多 因為畢竟你知道 我入行20幾年 用過東西這麼多 而且有時候有一些好東西 他已經下架了 他已經下架了 對 因為20年了 這個有一天來 好好有時間跟你聊一下 請坐 請坐 謝謝 真心不騙 沒錯 你別說很像是一本 那個保養品的病歷 病歷非常完整 20年的病歷 一般病歷只有保存7年 他保存20年 好 我們今天討論的 身體不舒服 總是出現很多症狀 除了要透過精密機器檢查案 另外發現 並且最重要的還是要靠 醫師的 許多簡單的理學檢查 其實比你想像更重要 所以我們 你只以為 醫師掛那個聽診 是為了你適用的 沒有 沒有 感覺上 裝飾啊 裝飾 配件 這些檢查超重要的 聽診 抗診 抓出疾病 古代的中醫都是 對 望我問切到現在還是適用的 這個切診 就是靠設備 靠儀器 靠內診 靠理學檢查 通通都算切診 那看 跟聞聞看 還有問 問是問病史 那這個問有時候是在最前面 有時候是看完之後 問完之後又在後面來 那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說 我們這個老東西 其實現在 新的解釋之後 發現說其實原理是一樣 可是現在醫生 很多人都只有靠最後一項 最後一項裡面又只靠儀器 設備 完全不做理學檢查 那我很高興今天能夠談這個題目 就是談理學檢查 重要性 理學檢查就是從頭到腳 用手去觸摸 或者用 像剛剛說聽診器 用一些基本的 而不是設備 儀器來做的 那請教一下 會不會現代的儀式 會更靠自己 就是很嚴重 非常靠 非常嚴重 很多已經完全不會靠理學檢查了 比方說我們以前子宮外孕的病人 假如不是非常早期 只要已經破類的 我們會立刻就說 做一個叫 就是從內診以後 立刻用針去穿刺 把裡面的血出來 不會凝固 這個知道子宮外孕 現在不是啊 現在一定要靠超音波 超音波說 還沒找到外孕 就說不知道是不是外孕 因為看不清楚 那以前只要驗孕 知道懷孕 然後子宮內空空 再這樣這個知道說 這是子宮外孕了 現在很多醫生已經不會這個穿刺了 那當然早 現在診斷越快也沒有錯 早期的確實是 還沒有內出血你也抽不到 可是現在醫生是問題是 已經破了他一樣也不會抽 那這技術變成好像失傳了 很多醫生已經變這樣子了 那我覺得說 我們有很多病也誤會 他一來就說 醫生做超音波 我說幹嘛做超音波 他說我下面那個白帶很多 我說白帶很多要超音波 白帶很多用眼睛看就好啦 用醫生聞聞就好啦 不夠精確啊 要做超音波 真的是 我自己在年輕的時候 也有做產科嘛 我們產科做到最後的地步 醫生其實 大概手一摸就說頭在這裡 那腳在哪邊 所以摸得出來 對 胎會摸得出來 然後甚至 羊水多還是少 然後就說男生再加個50或100公克吧 女生就少一點點 其實拆的 因為他骨架不一樣 所以其實到最後都會發現說 自己越摸越精準 就是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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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相信說 理學檢查很基本的重要事需要做 我們看到有些美容師就 雖然當然功力是不太夠 尤其他也不能內疹 只能從肚子壓 沒辦法上下一頂上來 內疹是從下面頂上來 上面在壓器 所以很容易知道 甚至瘤只有3 5公分 有時候被我們摸出來 那但是腹部摸得到 大部分都8公分10公分以上的 那可是三部始終還是看到 那個美容師暗磨的那些小姐 轉介來的一看 真的咧 她們摸到還都 真的是非常摸出來 所以她們在做理學檢查 醫生可以不做理學檢查嗎 她們都已經 可是 這一次像 我覺得您剛剛講到 這個就是很多女生 我們比方說 會去做那個淋巴的推脂 之類的 我覺得很多的美容師 都會很好心建議我們 跟我們說 比方說腋下哪邊 有個什麼東西 硬塊你應該去 她們都太好心了 但是有的時候 都把事情說嚴重了 我有一次就是 被我的那個美容師告訴我 她說我下面這邊 有一顆硬硬的 然後她告訴我說 她上一個客人這樣子 後來去檢查是 你知道我當下沒有辦法 從那個美容廠商下來 然後我下來之後 我打電話給我的醫生 然後他馬上幫我聯絡 然後我隔天去台大檢查 我車子開到台大以後 我沒有辦法停 我就一直哭 我就開始想 因為我覺得很恐怖 可是她如果不說得恐怖一點 你不會現在立刻馬上就去嗎 對 但是你知道嗎 我進去檢查完之後 我的醫生安排一個女的醫師 幫我檢查 檢查完之後 她告訴我說 她幫我從這裡掃到這裡 通通乾乾淨淨 什麼都沒有 那妳那一刻是什麼 她跟我講的氣節 然後我哭著 在上面哭著我嚇不來 她說那妳為什麼要哭 我說那我根本沒事啊 我不會死 後來我已經說了很多事情 那怎麼辦怎麼辦 她說妳有沒有要哭 我說妳知道我覺得 我整個人生命 是這樣子走了一大圈 我以為我會死 對 那美容師是跟你講的實例啦 只要妳就是悲觀主義者 這麼說 不是 可是 我跟妳drama 不是 我要講一件事情是 女人生如戲 戲如人生 沒有 各位醫師 你們都讀了七年的醫學院才畢業 他們只是摸了幾年 他們可以好心叫我們提醒要注意 但是不要隨便就下病罩 她一定有曾經也准過 對 真的 真的 我有三個乳癌 就是按摩師轉接過的人 都是她是說 我是說妳為什麼會摸到 她都是按摩師跟她說 多半是按摩師覺得有力 可是那個真的都很小 我想說按摩師有時候還蠻厲害的 但是她有時候也會誇張 也好幾個按摩師叫過來 其實照根本都沒問題 而且那種反會很煩 你知道嗎 因為你看 她會跟你反覆確認她沒問題 對 她會跟你說 按摩師說這邊有一顆啊 我自己摸也怪怪的 可是我最近在超音波底下照都沒有 我現場照給她看說 這裡都沒有影子啊 你要花很多的力氣 去解釋說她沒問題 可是真的一般的民眾 確實他只要抓到一個可以問的人 真的會拼老命的問 對 所以我才說 像你們還是醫生喔 是醫生喔 我只是化妝師 我只是眼看你的黑眼圈位置 覺得說你有可能是因為側睡的關係 所以一邊黑眼圈比較重 她接著開始問我說 老師那你覺得我那條我中醫該怎麼樣 我眼睛眼中 那你覺得我那個眼絲 你覺得這個麻糬 還是這樣突突是怎樣 我不知道 我還念醫學院 就告訴她 其實我剛才這一支講到一個很重要的 其實現在的醫生真的是比較 已經不會在做理學檢查 已經做得很少了 這是實在的話 但是聽診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特別是聽肚子 對我們外科而言 聽肚子是非常重要 各位常常聽到一個病 叫做腸子塞 腸子塞就是你之前開過 大澳後來腸子塞住了 不通 腸子塞病有時候跟你講說 他腸子會腳痛 其實腳痛是好吃 為什麼 腳痛是非常好 代表你的腸子還在動 代表你的腸子阻塞 你的腸子還有力量 因為上面被阻塞在腸子有沒有 他還要想辦法 一直阻動動 讓東西衝過去他阻塞的地方 所以代表腸子還在動 你就會聽到腸音 如果你拿電子去聽 會聽到咕嚕咕嚕 一直想一直想 這代表說你的腸子 還有一點點活力 可是如果說你腸子 久一點的時候 他腸子因為被瘡得很厲害的時候 他腸子就會失去力量 就會開始聽起來 就會沒有聲音 你人也不會沒什麼感覺 其實我覺得 腸子塞病人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一般腸子塞病人 因為各位可能知道 開完腸子塞之後 他可能還會更阻塞 就是我只是解開這一次 可是他可能更沾黏 還會再復發 所以一般的腸子塞 因為一開始發生我們是不開刀的 我們就是給他用保守治療 打上點滴 放上胃管 就希望他自己好 那一次就是這樣子 那病人禮拜四住院 禮拜五 我去看病人的時候 覺得他還不錯 也聽了他的腸音 覺得他還是哭哭叫 我就覺得他有機會自己衝過去 可是剛好六日 那時候我們在台中 有辦個醫學會 我六日就沒有去看他 我就請我們住院醫師 就幫我看一下 因為他剛好值班 中間我有打電話 他看完病人都有打電話給我回報 他就說那個病人都很好啊 沒有發燒啊 也沒有這樣肚子痛 我聽起來就覺得 好像一切都很安全啦 然後禮拜一我再去看他的時候 其實真的沒有發燒 就像他講的一樣 其實真的沒有發燒 看起來一一一的 那我就很習慣性的 拿出聽診機在聽他的肚子 他整個都沒聲音了 那我就說 不大對哦 你的腸音我上禮拜五 還聽到還動得蠻好的 這禮拜不行 我說你這個要開刀了 剛開始他還不大願意 他說 可是他覺得好像有比較舒服 可是我說你有沒有放屁 他說都沒有 可是我說你這腸音已經沒有了 不大好 還是建議你開刀 我就緊急開進去 他腸子上面煮出來的腸子有沒有 已經變黑了 所以他變黑的時候 不是還好 我把它解開之後有沒有 我就倒熱水進去 有點類似在把它按摩一樣 所以你這個是倒熱水進去 對對 我是靠聽出來 因為他腸音不見了 所以我覺得他腸子變得不健康了 之前這個病人也是這樣 他腹門炎開刀 看完之後其實病人都很好 就第三面開始發燒 那時候我們去看他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 理醫師先看傷口有沒有發 有沒有什麼感染 我就問我住院醫師說 傷口好不好 他說傷口他看過非常好 那我們一般病人發燒 我們還會想說是不是肺部的問題 還是小便的問題 我們就把他咽個尿也沒事 我就說肺部有沒有什麼問題 結果他就跟我說 病人說他都沒有咳嗽 也都沒有怎樣 應該是沒有問題 我也相信他會想說 那應該是沒事 就到隔天就隔了兩天 因為我們康告室其實有在打 那一次我就剛好去到 我就想說奇怪 到底哪裡在干擾 我開到的地方 明明看了就很好 剛好我旁邊護士小酒袋 聽診器我就拿來 拿來借 我說借一下 我就聽他的肺 這邊都是螺音 螺音就是有點像你 撕撕撕 你撕那個紙的聲音有沒有 就這樣 就這樣聲音 就這個聲音 你聽到就會這個聲音 我說不對啊 這邊螺音這麼大聲 一定有問題啊 然後一招一直逛 他是肺炎 所以他只是 不是每個人的肺炎 他都一定會咳嗽咳得很厲害 他不是 他在這邊肺炎還肺脊水 要不是 因為剛好那時候 打的抗生素是不一樣的 我打的那個抗生素 是沒辦法開到肺炎的細菌的 我說好在我有去聽 聽到他這個聲音 然後才去確定他有肺炎 之後換了抗生素 三天之後他就退燒了 在急診會遇到那種 你連檢查都沒有時間做的 像我們要去照一張X光 或者是做一個電腦斷診 其實都要花時間 而且他在做這些處置的時候 病人是在你眼前消失的 他可能已經到檢查室裡面 你根本沒有在他身邊 所以當他在急診 病情變要很快的時候 其實你有時候反而沒有辦法 去做這些檢查 像我就遇過一個年輕人 他是車禍 那他車禍受傷的時候 他其實都是左側去撞到 所以他其實有很多 多數骨折 他肋骨斷了很多根 那肱骨也 就是手的骨頭也斷掉 腳的骨頭也斷掉 那因為他有一點點 裂到那個肛門 就是下肢損傷得蠻嚴重 所以轉到我們的醫學中心 那他這樣子的傷勢 其實來到急診室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忽然 血氧下降 血壓下降 出現一個休克的狀況 那一般這種外傷 我們大概會直接反應 他應該是內初學 或者是有一些初學性的休克 所以一般大部分都是會先 做大量的書譯和書學 可是想一下他的傷勢 其實主要都是在左側 而且肋骨斷了非常多根 所以當時其實只做了聽診 發現他的呼吸音 單側不太有聽得到呼吸音 幫他做了扣診之後發現 他好像在敲一個空筒子一樣 一般來說我們做扣診 如果你肺部裡面 整個衝刺的空氣的時候 那個聲音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下就有發現 他是一個張力氣胸 很常看到醫師這樣子 對 沒錯 超級比較強 做有扣診 所以當下就發現 他是一個張力氣氣胸 那張力氣氣胸是什麼 他其實就是我們的肺部 外面有熱母破掉 空氣漏到外面去 把正常的肺部給壓扁了 這時候你的肺部都是一個鎮壓 你的血液其實會打不回去 所以你身體是一個休克的狀況 你沒有立刻處置 這個病人可能等一下就CPR了 所以其實當下一發現 一聽著一扣診發現之後 立刻在手骨下插大號的針 你就聽到噴氣的聲音 血液就開始慢慢變好了 這時候我們在立刻幫他 放在胸管之後 他其實身體這樣很快就恢復了 所以有時候這也是救命的處置 從身腔外科來說 這個聽診師就像第二個眼睛一樣 是 他除了可以診斷疾病之外 其實因為去年我在國外 國外的醫師還拿他來拔妹 他很有趣 他就是假裝他心很痛 然後就跟旁邊的其他的同僚就說 你可以聽一下我的心跳聲音嗎 然後那個同僚就很仔細的 把它聽下去 你的心跳很正常 你沒有聽到我的心跳在對你說 唱愛的歌曲 是因為我去的國家是西班牙 那個人都很不一樣 所以他們想要增加一些 生活上不一樣的東西 讓你在醫院的生活中 緊張的情勢可以慢慢的減輕 其實在國外 他們對於這個PE其實是非常重視的 那有一個病人 因為他們在一般的診所 是沒有其他特殊的儀器 他們甚至在一般的診所 是不會有S光的 所以他們光靠這個聽檢器 其實可以 代替一部分X光的功能 那譬如說這個病 像比較常見 像年輕的男性的話 因為打球完突然一陣胸痛 然後送到一般診所 或是到急診的時候 我們醫師大概會先聽他的肺音 那我們的肺音要怎麼聽呢 我們肺音大概會分左右兩個部分 那這兩個部分的話 我們會從上面 然後兩邊對稱往下聽 那但是有些時候遇到女生 因為女生她比較害羞 她會很害怕把她的衣服解開 所以你們不能從背部聽 背部也可以聽 但是前面跟後面會有不一樣的位置 因為我們還會再聽到 譬如說靠近心臟的聲音 一個病人來急診如果很喘的話 我們有些時候懷疑她是心胞膜積水 那這個心胞膜積水的話 就會聽在女性比較敏感的地方 那要脫嗎 通常脫會聽得比較清楚 最好是脫啦 那她如果很害羞說她堅持不脫怎麼辦 堅持不脫的話 就不要脫 我有道理 小莉說好忠誠 那個時候就要看旁邊有沒有女性的同僚 用女性的同僚 譬如說我找另外一個女的醫師來幫她做聽診 比較小的時候 那個醫生的聽診器是會弄到衣服裡面 對啊 可是只要開始長大成人 她就叫你隔著衣服就聽 對啊像現在比方說我去看 然後我覺得我感冒可是很厲害 醫生要就是用聽診器 就是直接 其實隔著衣服不太好 為什麼你知道 這個聲音啊 對 而且我還有一個問題 他們為了減少麻煩 減少被 甚至有人還被投訴 我看過醫生 淹網的被投訴 但是他就說算了 不然就這樣吧 剛剛這醫師說 當然你不脫就不脫 可是問題是會造成你的誤診 幹嘛對不對 所以正確應該 現在很多觀眾也會想說 醫師說可以不用脫 其實不脫可能對病情 對自己不利 對自己不利 所以下次我會跟我醫生說 我可以喔 其實我很喜歡像 明川哥這樣子的患者 就是自己拉起來 因為有時候 像我們在聽診的時候 真的隔著衣服聽 你那個聲音會比較弱 而且 男生就不用講 男生哪有 現在有好多男生都很害羞 可是有些男生會害怕 他的沒有六塊肌肉出來 可能會有肌胸啊 或是肉斗胸 他會很害羞 是喔 有的還有男性女武生 有的肥胖的隊 傳染女武生他太胖了 不過明川不行啊 你是來看腳 你露這個幹嘛 沒有 我們常看醫生 那對於氣胸的話 我們會比較像剛剛 魏醫師他說的 我們會比較左右兩邊的肺的聲音 那如果說 我們把肺想像是氣球的話 如果有氣胸的話 就好像氣球破了一個洞 它裡面漏氣了 所以裡面這個肺的空腔是空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聽不到呼吸的聲音 我們有一個案例跟他一樣 不是氣胸 他比那個更嚴重更危險 那個病人也是很奇怪 他才二十幾歲而已 他就是車禍撞到嘛 撞到的時候 看到肝臟裂傷 肋骨也斷兩根 可是那時候我們照的時候 完全沒有氣胸血胸 他脖子這邊也有黑筋 胸部這邊也有很嚴重的黑筋 他就是看起來就沒怎麼樣嘛 就送到一般病房去 結果晚上值班的時候 朱瑞醫師就call我說 那個病人就是開始越來越喘 可是生命真相看起來就還好 可是就是心跳會變快啦 但是你抽血看起來好像也沒怎樣 然後我就說那你聽過他的 我第一個想就是說 是不是被撞到氣胸血胸跑出來 我就說你兩邊都聽了嗎 他說兩邊都聽啊 呼吸聲都聽得到 所以就排除氣胸血胸嘛 因為一般來講 如果是很嚴重的氣胸血胸 你一般 就好像吳醫師剛剛講的 你一般的呼吸會聽不見嘛 那我就想說奇怪 那為什麼還會這樣子 我就很急 因為我家剛好住在醫院對面 我就趕快走過去 我就去看那個人 我就說你到底他也不舒服 他說就很喘 他也講不出來就是很不舒服 我就開始摸他的胸口 就一摸摸到他胸口的皮的時候 都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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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像你摸氣泡袋一樣 捏那個 對 捏氣泡袋一樣 就像那個 對 就是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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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說這不對 我就馬上再給他做一個 七切的電腦斷層 就一切 他氣管斷 他氣管斷 他這邊氣管不會所以 那個氣露出來 露出來皮下的氣腫 所以你摸起來 那個氣腫會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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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嗶 可是你會聽到那個 呼吸音兩邊是對稱 雖然比較小聲 可是他還是對症 他還是聽得到 所以那個住院醫師就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他有去聽啦 但是他沒有持續去摸病人 嗯 望 這個望一下 看嘛 對 望我問切 剛剛說 望我問切 他沒有看嘛 嗯 但是摸一下也知道啊 所以很多細緯都要注意到 所以還是要跟現在年輕的住院醫師講啦 對 儀器非常重要啦 但是 有時候你那個 基本的那個功夫喔 還是要在啦 其實我們想像疾病就是 從病史 過去病史 現在病史 加上理學檢查 理學 剛剛他講的PE就是理學檢查 接下來就是儀器檢查 這樣組成一個診斷 那你不能只靠最後一段 其他都 有的還問一兩句話就知道答案了 後面都不用那個 中醫有幫我們問一些 西醫大概沒有 有 現在就要換這些 我們眼鏡是很亮的 西醫的話 大家看嘴唇的話 如果這個嘴唇變得比較紫黑色 我們說啊 這病人變納美人了 要小心 他的血氧濃度不夠高 對啊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氣胸比較常發現在男性身上 但是女性其實也不能忽略 所以女性朋友 如果覺得胸口很痛 年輕女性胸口很痛的時候 其實我們幫他做檢查的時候 偶爾也會發現 這些女性病人原本 想說他應該不會是氣胸又不抽煙 又沒有什麼比較不好的習慣 但是那個時候我們就會多補充一句問她說 小姐請問你月經來了嗎 有些時候小姐會覺得很奇怪 醫生你這個人怪怪的 我明明是胸口痛你問我月經來了 其實這是有相關性的 因為有一部分的女性 她的子宮內膜 會跑到橫膈膜上面去 所以說她的橫膈膜 會隨著她月經周期 然後做一個凋零的情形 所以橫膈膜上面有破洞 肚子裡面的空氣就會跑到胸腔來 在破洞的那一瞬間的時候 會突然覺得胸口好痛 所以這類的病人雖然不夠多 但是我們就叫她月經醒的氣胸 就會問她說 小姐妳是每個月都來痛一次 胸口就覺得很痛 她就說對耶醫師妳說的真對 是啊 就是以前我們在學校的時候 老師們就像鄭教授這樣的老師們 就會告訴我們說 在他們那個時大概靠病史跟皮疑 就可以診斷出九成的病 我看過一些大教授們做隔離學檢查 是真的像行雲流水一樣非常厲害 然後她做完她就告訴你說 這個病可能在哪裡 我們以前都覺得非常的佩服 因為我自己也是在大醫院 所以大醫院裡面說實在的檢查 太方便了 譬如說你聽半天 也不如家具照片上來X光 可是有時候是我們到偏遠醫療區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就沒有辦法帶儀器出去 所以我們就一定會帶著聽證器出去 這樣子 這時候真的不是裝適用 是真的可以派上有差 妳說是偏遠啊 山區啊 沒有儀器的時候 妳的紅色比較漂亮耶 真的喔